哈囉大家好我是楚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Beauty Leash 2017年的福袋 那Beauty Leash呢它是一個美妝購物網站 好像是英國的 那它每一年的12月年底 都會開始可以買一個福袋 然後它1月初的時候會寄給你 那這個福袋是75塊美金 然後你住在不同的地區有需要加上不同地區的運費 所以我買了這個福袋呢 它總共是90塊美金無付的 但是它保證裡面有5樣以上的商品 然後總價值超過150塊美金 就是它的保證 所以我覺得是算是蠻划算的 雖然福袋就是你有可能買到 就是裡面的東西你都不知道 有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其實還是蠻划算的 那今年是我第一次買這個福袋 它寄來就是這樣 還蠻炸盒的 然後裡面是有一個這個 我覺得它的包裝紙非常可愛 因為我已經上Instagram看過 有2017年的福袋有什麼 其實它的東西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它會互相搭配就對了 我自己覺得最好的是 有人收到那個 Anastasia的 現代文藝復興眼影盤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好 然後我最不想要的是 Jeffree Star Beauty Killer的眼影盤 不想要那個眼影盤 主要是因為我不喜歡Jeffree Star 它之前有發現一些事情 然後我不是很喜歡它 然後我也不太喜歡那個眼影盤的配色 Jeffree Star它的液態唇膏 雖然聽說很好用什麼什麼 但是我就是沒有很想要去買 因為我不想要支持它這個品牌 雖然它東西可能很好用 但是我不想支持它 所以我就會一直沒有買 一直沒有試 但是有機會我應該還是會試試看啦 可是我不會想要沒試過 就先去買它的東西 這個呢看起來有拆過痕跡 是因為呢我那個室友 就是我常常提到的那個室友 它已經偷偷的打開來看過了 那它在偷偷打開來看過的時候呢 有不小心給我看到一樣的東西 是我已經有的 所以我已經知道裡面有一樣的東西 是我有的 那只要這個裡面是我有的東西 我應該都會放在我的下一次 五萬人抽獎裡面 因為我是五萬人才會抽 四萬人會跳過 所以如果你想要趕快抽獎的話呢 就是可以推薦一些親朋好友啊 之類的 一起來訂閱 然後五萬人的時候 我就會辦一個抽獎 那裡面打開來呢 它有一個這個小標籤 上面就是介紹這個福袋 它說是日本的新年傳統 如果你想要看別人都收到什麼東西的話呢 可以去Instagram找這個Hashtag 就是這兩個都可以找到 就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一樣就是一堆紙 Utilish就是一堆紙 應該底下應該都是東西的 現在摸到了英文的 那首先這一包 有兩個東西在裡面 一個是洗刷具的 然後我拿到的是檸檬口味 這個我看網路上也有其他拿到 然後有不同口味 它聞起來很像檸檬蝦的味道 是那種天然的檸檬味 不是化學的那種檸檬味 這應該就是把刷子沾 弄沖濕 然後在這上面繞一繞的那一種 我覺得是一個很實用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需要洗刷子 接下來是這個 不知道怎麼唸 但是這個牌子最近還蠻常看到的 它是它的Lowwear Lip Cream Liquid Lipstick 液態唇膏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裸粉色 它的這個做得很奇怪耶 它這個正方形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凹槽 為什麼 它的這個棒子 這個小小正方形 我覺得不太好拿 但是它的顏色 是一個很適合天天擦的那一種裸粉色 它的味道是甜甜的香草味 我覺得和 NYX的 Soft Matte Lip Cream 聞起來蠻像的 可是沒有NYX的這麼濃 我覺得還蠻好聞的 我覺得它跟 Colourpop 這個是Elisa 但我覺得它跟November好像蠻像的 其實沒有很像 只是是同一個色系 November November再深一點 那Elisa呢 嗯 我覺得它們就是同一個家族的 所以呢 這一個我之後再試試看 我怕 我會覺得它擦起來太淺 就是太裸 但是我要試試看之後才知道 我今天嘴巴上面擦的是 Revlon的44 445還是455 Tick Rose 那個蠻紅的色號 所以我不想把它蓋過去 那我之後再試試看 液態唇膏我覺得主要的重點 就是它擦起來舒不舒服 其實顏色我覺得還好 因為每個牌子都有出很多顏色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它擦起來舒不舒服 所以我之後再試試看 現在塗在手上感覺是覺得它蠻薄的 就不是那種感覺很厚重的液態唇膏 所以應該是會不錯 接下來看到就是這個 這個RCMA的透明蜜粉 是我自己有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 然後這是新的 那這個我就留給大家抽獎好了 RCMA的蜜粉 它是很評價 是有算是還蠻好用的蜜粉 所以之後抽獎 就是放在我之後抽獎裡面 這個是一個 Eat Cosmetics的一個 濃密的睫毛膏 睫毛膏我覺得是一個 還蠻容易踩雷 就是對於我的睫毛來講 我的睫毛真的是很難去把它固定的 然後這個色號是Super Black 就是超級黑 睫毛是一個非常難固定的 常常會直掉或塌下來 所以睫毛膏對我來講是 很容易踩雷的東西 所以我很希望這個 我可以用 然後你看它的罐子 超特別 它的罐子是這樣 就是很特別的一個罐子 它的這個刷頭很普通 所以我覺得厲害的應該是它裡面的這個成分 我之後也是用用看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現在也是有 擦睫毛膏了 所以也看不出來它會不會垂 如果直接擦在我現在的睫毛膏上面的話 所以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它看起來是那種比較偏乾的睫毛膏 我比較喜歡偏乾的睫毛膏 因為有時候睫毛膏太濕 我用也會垂 就是很麻煩就對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會可以用 之後可不可以用 可能在我的FB或是Instagram在跟大家更新 接下來 它裡面這一整個都是紙了 喔 喔 多看到了一個 好險我沒有把它丟掉 這一個是一個刷子 那這個是WaynGoth的刷子 WaynGoth它是一個男生的化妝師 它也是一個YouTuber 它有自己的頻道 它頻道就叫做WaynGoth 那它之前出了一系列的那個刷具 然後都買得很貴 這個刷具質感看起來非常的好 就是它做這種尖尖的 這種 然後呢 它的刷毛 非常非常的軟 我現在這樣摸 它是非常軟 但是它是有一點點彈性的那一種 然後它前面做尖尖的 它又是那種鬆鬆的刷子 所以它是那種 可以畫很細節的那種暈染刷 就是一支非常實用的刷子 因為有時候你畫一些細節的暈染 你不會想要你的刷子前面太寬 它會讓你的深的那個顏色弄得亂七八糟的 這種細細的就很好去放一些小範圍的暈染 因為它又是做鬆鬆軟軟 但又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算是很好操控的 真的很軟耶 我覺得我很滿意拿到這支刷子 雖然我看到有些人拿到的是臉部刷 其實我比較想要臉部刷 因為其實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眼影刷我覺得不需要買到很貴的眼影刷 就有些就很好用了 我買便宜平價的臉部刷 踩雷的機率會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滿想要拿到它的臉部刷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支眼影刷也算是很不錯的 就是它的毛非常非常軟 而且感覺就是其實很好用的眼影刷 所以算是還滿開心的啦 接下來是這一包 這一包裡面感覺是兩個東西 首先看到的是一個 Charlotte Tilbury 和 Norman Parkinson 合出的一個 這是什麼 Creamy Bronzer 好像是修容盤 它的包裝做的我覺得很美 然後裡面是一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是這個嗎 別名這個嗎 它是Filmstar Bronzer & Glow Sun 10 Sunlight 這我有那個嗎 不是 它是刀狀 霜狀的 它和我之前的那個很像 但是它是刀狀的 看起來很美 它塗上去非常的輕 沒有那種霜狀黏黏的感覺 另外這邊就是打亮吧 它的打亮也很漂亮 那種若有似無的 Charlotte Tilbury 它們就是它之前有出這個 長得很像但是粉 我也有買 它的東西就是你這樣試色啊 摸起來就會覺得這顏色好像有點太淡了 就是會不會就是不夠什麼 但是每次畫到臉上都是剛剛好 然後都很漂亮 因為Charlotte Tilbury 它是一個化妝師 它就是畫那種國際超模 名模啊或是很有名的那種藝人 我覺得它追求 它化妝品追求的就是 自然 就是上鏡頭好看 就是自然那一種 它比較不是追求 像Instagram那種 那種濃啊 很亮的打亮啊 然後很濃的 假睫毛什麼 它不是追求那一種 它是追求就是偏向自然的那一種 大明星他們要 拍廣告啊 或是出新活動啊 什麼 他們不會說畫大濃狀 他們就比較偏向那種 比較優雅的這種 低調的那種 我覺得我拿到這個我也蠻開心的 因為代表我沒有拿到Jeffree Star的那個眼影盤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但是也沒有拿到Anastasia的那個 Modern Renaissance 雖然我已經有了 現代文藝復興 但是我就還是想要 因為就是可以拿來送給大家 但是沒關係 接下來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好 它是Natasha Denona的眼影盤 那這個我有一盤是 之後會有一個影片會有講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眼影盤 我看很多人收到一個眼影盤 雖然好像是不錯的牌子 但是它是完全的很大地瘦的鞋 而且那個牌子我沒聽過 好像也是一個化妝師出的 所以我就沒有很想要那個 那個眼影盤 因為畢竟我沒有聽過它的名字 但是Natasha Denona 真的是很貴 品質很好的眼影喔 所以我非常開心 我可以拿到這個 然後它包的這個紙啊 是超好捏的那種泡泡紙 所以我要留著捏 這一個是 它的那個 它是五個顏色的意思 因為它有那種很大盤的 然後它的這個色號是十號 今天我眼鏡上面的眼影 也是Natasha Denona的眼影 它的粉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會 以試色會很驚訝的那種好 這盤的顏色也非常漂亮 我覺得它跟我之前拿到的色盤還蠻配的 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拿到的盤 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這盤跟這盤的顏色 還算是蠻搭的 因為它有一些盤是那種 很多綠色藍色 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實用 所以我拿到這盤我覺得 我應該算是一個幸運的人 真的很漂亮 那我隨便試一個這個金色給大家看好了 它眼影就是 你看 你看它的延展性 你看它的延展性 它的粉質真的是好到你會不可置信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好像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是覺得我是一個很衰的人 就是每次抽獎啊 或是呱呱樂啊 樂透啊 從來都沒有中過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一個 我應該算是一個幸運的人吧 我真的還蠻開心的 以今年就是拿到這些東西來講 我明年應該還會繼續頂 只要到年底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beauty list 或是你可以先去登記說 他們通知你 他們在年底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再選擇你要不要買這樣子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beauty list福袋的開箱 也是非常推薦買這個福袋 雖然福不福都是看個人 但是我自己 我覺得我這次拿到的東西 我還蠻滿意 如果你有買的話呢 也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你拿到了什麼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每個禮拜二禮拜五晚上 8禮拜二在我平常放新的影片 所以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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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